在家中 没什么太大的地位 现在地位就是出来 负责工作赚钱这样 17日我们就捕捉野生小美贺君祥 背着Prada包脚踩酷鸡血 但这趟不是为了两个女儿出来赚奶粉钱 而是在朋友的邀约下走进内湖某车行 多少人也有受到朋友的影响 我脑铺很弱对 这脑铺很弱的小美 不知道受哪个朋友影响 坐在室内照样吞云吐雾 更以柠檬茶带酒享受悠闲的午后时光 大概是正逢过年期间 平常要出位赚钱的小美是长这样 放假时候整个人微颓废的状态 就让她自己来说明 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在乎自己了 真的 看起来就是眼睛无神 可能胖了一点点 就感觉容易像大叔 好呐 这边还是要帮小编童年的男神 平反一下 让她知道爸爸年轻的时候 还是长得蛮帅的 我更帅气的大概是她回家前 爱车魂燃烧 对别人的马莎拉蒂休旅车 演得平头论足一番 说起这辆要价1380万元起套的橘色 这边边就是千万元在路上跑 难怪开车可以说违规就违规 事发还为无误 娱乐当新闻 就是要甩 还是要甩 报道